控制箱操作面板 电源开关 这是一个故障指示灯 主要是监控发电机发电的 发动机启动了之后,它就会熄灭 接通电源,它会点亮 发动机启动了之后,它就会熄灭 这是一个电源指示 指示电压电量 93% 12火 这开关是一个瓶子熄火开关